嗯 嗯 姚科長 這間俗城廠裡面 應該有關九陽的人 幫他走私問物 應該是想著 走水路去印度 再由印度轉運去歐洲 或者北美 接著 我看著耳光 喏 耳光 由現在開始 你負責看實這些東西 一件都不可以弄不見的 知道嗎 這個 就是你將功贖罪的好機會 還有 不要報警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這裡有青銅器 這個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清楚嗎 耳光很用力地掌握頭 謝謝組織給我這個機會 你看 你就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 千萬不要搞壞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國家的保密 明白嗎 耿耳光 即時拍了心口 包在我身上 我以後 吃飯 都在這裡 誰來我都不開門 我連家裡的狗都帶來 包補萬無一失 安排妥當 我拿著耳光墓摩托 搭著姚雪 趕回院城 這個時候 天都快黑了 特別冷 我把頭盔 叫姚雪戴好 我就喝點北風 不斷吹我的臉 嘩 那種感覺 就像千刀萬刮一樣 回到俗城廠 天已經黑齊了 我已經冷到 雙腳沒有了知覺 回到入宿舍 姚雪要用熱水幫我浸腳 我就說 喂喂 姚科長 你幫我弄一盆冷水吧 直接用熱水浸腳的話 我整雙腳就廢了 我先用冷水 抹一抹雙腳 然後用手猛地捉 捉到兩隻腳 叫暖一點 連身也開始有溫度 這樣才用熱水浸泡雙腳 吹了一身汗 但人也覺得很輕鬆 姚雪戴這個時候 坐在我床上就說了 你覺得這個義綱 可不可靠得住 放心吧 姚科長 他不敢亂來 我就是怕他畏罪潛逃 你放心吧 我觀察過了 他不敢 還有腦筋 看得住他 他能去哪裏 最關鍵的就是 他現在有任務在身 就這樣走去 他自己也不安樂 乙江這個弟弟 本質不壞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在這裡 誰都不可以相信 反爺村裡的鄉親向你 最信德國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關狗羊 連常麗縣都可以安排針插 不過 他佈局再深 手再長 都去不到村裡 這件事 事情過了三年 關狗羊 還是找不到楊成的老巢 足以說明 他根本就不知道 有錦二剛這個人的存在 關狗羊 肯定去過楊莊 但他什麼都找不到 所以一拖就是三年 那批貨四平八穩擺在這裡三年 楊成臨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什麼而死的 聽我這樣說 妖書就吞一口氣了 唉 李艷麗 李艷雄 楊成 他們三個年輕人 無緣無故就做了糊塗鬼了 唉 嗯 沒錯 就是三隻糊塗鬼 現在我們當務之急 就要找到俗城廠那隻鬼出來 這隻鬼 就是那三個死者和太平鎮的聯繫 也是三個死者和關狗羊的聯繫 那三條人命 要記在關狗羊頭上 但是關鍵呢 是沒有直接的證據 唉 一隊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這麼蠢呢 這麼好查的線索 查了這麼多天都找不到 唉 唉 我真的服了他們 我心想 線索很容易找嗎 是我厲害就好嗎 搖雪這時候 站起來 對啊 我要和朗局匯報一下今天的戰果 哼 相信他聽完之後 一定會大受鼓舞的 我嗚了一聲 搖雪他走出宿舍 到門我沒有關緊的 隔了一會兒 小周他在門外放進來 自己關到門 他先幫自己倒水 然後脫了鞋 捧著水杯坐在床上 小小聲就說了 大利啊 你們出去一整天了 有沒有什麼發現 嗯 叫做有些發現 不過暫時要保密 哦 小弟小弟 我還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 我這個時候 躲低頭想事 沒有出聲 小周他小小聲就說了 王文同志 看來 你有些 不信任我哦 欸 狗仔 不是不信任你 我怕就累了你 我們廠裡面 有內鬼 你幫我想一下 哪些人 最可能是內鬼 聽我這麼說 小周梳縮縮肩膊 小聲就問 欸 大利啊 你說的 尼鬼 是指哪方面的尼鬼 嗯 可以偷偷地 把外面的東西 撈在貨物裡面 然後運去海外的內鬼 欸 小周這個時候 捧著杯水 好久都沒有喝 陷入沉思 歡迎收聽 神州二時錄 演播 林子浩 十日山金 第七十五集 我過了五分鐘 小周她總算有什麼水 跟著她說 她就說了 大利啊 你這個情況 就要從整個過程去分析了 你的意思是 有人如目混珠 把一些不應該帶出國的東西 放到印度的科輪上面 是不是這樣 即是前世當中的走水禍 大概就是這樣 你不要分析這些東西 你幫我分析一下 誰有這樣的權力和能力 哎呀 大利啊 你這個情況 有點麻煩 你想要裝船 李營麗呢 就要先入賦 要入賦 要入賦 就要先走賬 李營麗呢 是個規制來的 他是第一個知道 有一批賀要入賦 然後呢 就是李營紅 去負責收賀的登記作賊 倉管員呢 都有盤數的 跟會計那些有不同的 他盤數呢 就沒有金額的 只有數量的 那又是誰 那又是誰 負責將貨 運到去倉庫呢 楊晨呢 他就是開叉車的 那肯定就是楊晨 負責將貨 運到去倉庫呢 哦 笑得了笑得了 這個楊晨 跟李營紅 就是這樣拍拖的 那就叫做 靜水露台先得月了 對嗎 這個也不是關鍵 貨呢 都是打包好了 整箱入庫的 每個箱都有編碼的 所以倉管員 他只知道有多少件貨 每件貨 他的編碼是多少 他就不知道裡面 裝些什麼 那麼 會計呢 可能會知道裡面裝些什麼 但是會計呢 不會叫開箱去驗貨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誰是負責裝箱和編碼的 嗯 達利 你講得對嗎 這樣的話 就應該是生產線上的人了 負責打包和編碼的 是負責生產的廠長和車間主人兩個人 女良友女廠長和王主人 不過呢 有個問題 你外面的東西 是怎樣可以運到我們廠裡呢 又怎樣可以打包 進去我們壞貿褲那裡呢 蛤 你運東西進來廠 那個老巡都駕得這麼嚴的嗎 噢 不是不是 你要運東西進來廠 就不嚴的 你叫一句 扭錢它就會開門的了 將東西運進來廠是不難的 難就難在 怎樣送進去壞貿褲 蛤 你說呢 楊誠它會不會參與了整件事呢 真的嗎 我想了一想 馬上轉頭了 嗯 不會 楊誠是枉死的 他是有偷俗城 但其他事情應該跟他無關的 蛤 那我就搞不明白了 如果只是偷俗城的話 他人怎麼會死掉呢 俗城廠 又不是什麼保滅單位 是嗎 做俗城 也不是什麼高精尖的技術 你就兩個套幾粒豬在旁邊 側進去 兩邊的豬架一扣 將豬的間隔位置固定 就能把俗城弄出來了 你要說到這個自術限量的話 都只不過是車豬仔的一個技術 這些東西不需要保滅 狗仔 你想多了 沒有你想得那麼複雜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 外面的東西 需要偽裝成為俗城 打包進來外貿庫 必須要過女廠長和王主任那一關 是不是 嗯 兩個人 揭一不和 嗯 好了 那 狗仔 明天 你帶外車間和外貿庫走一圈 我想看看他們的流程 哦 沒問題 沒問題 不過呢 我最好再回避一下 你叫小舅帶你過去走一下 看看 我就不想太高調 你都明白的啦 我是一個外地人 地頭蛇 我就惹不起的 噢 行了 那誰是小舅啊 這 在我們辦公室 窗口底 那個溜溜高高的姑娘仔 帶著附近視鏡 絲絲紋紋的 他呢 他呢 就負責招聘 平時沒有工作的 一年到頭 都是畢業季那段時間會忙些 嗯 好了 狗仔 我們今晚先聊這麼多 我憑破了一整天 很累 我想休息一下 第七十六集 小舅聽我這麼說 趕快放下杯子 一邊穿鞋一邊說 那我就不打擾你了 王文同志 你好好休息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好了 狗仔 我送你了 我送走小舅 關回道門 嘻 道門剛剛關了 姚書他有禮 我打開道門 他馬上事不入禮 關回道門問 喂 小舅又找你做什麼 嘻 做得什麼 幫我分析案情 姚書這個時候 上了床 細細細問 大力 剛才小舅跟你說什麼 我把小舅的說話轉述一次 然後我說 姚科長 按照小舅的說法 產品打包 要入外貿的褲子 一定要那個女廠長 跟王主任合作才行 他們把東西打包好之後 封箱 然後上封條 打上編碼 這樣才可以入褲子 那塊東西就不動了 會計知道裡面有什麼 不過會計沒有權利 打開箱去檢查 而副管 就只知道 入了一件貨 以及這件貨的編碼 出褲的時候 按照編碼出褲 也就是說 只要李艷麗和李艷雄 不登記入褲 不做章 這件東西入了褲之後 楊成再偷偷運出去 就當這件東西從來沒有存在過 楊成把貨 運到鳳凰山收買 然後再找下家出手 那錢就到手了 生產部門生產了多少 什麼沒有記象的嗎 喂 入了多少鐵 出了多少軸城 條數怎麼算 難道 你弄一個軸城出來 記一次數 還是弄一個滾豬出來 做一次數 只要保證你的貨 沒有被人偷運出廠 就可以了 不然 每次都做數 成本太高了 聽我這麼說 姚雪長嘆一聲 啊 李艷麗的權力太大了 只要他不做入褲 李艷雄又不做入褲 這樣創婦就像他們家一樣 而楊成呢 就可以隨便地拿些東西出去 是啊 不過呢 需要一個人配合 就是老蠢 只要老蠢不開門的話 楊成一件貨都運不走 所以我分析 情況是這樣的 犯罪分子 有將貨送入的創婦能力 也知道件貨的編碼 不過要出貨成功 就由李艷麗、李艷雄、楊成作主 嗯 我想大概的流程應該是這樣的 他們就把裝物送到外貿庫 然後如果他們要提貨的時候 就寫清楚要什麼貨 這樣李艷雄就安排出貨 李艷麗就做帳 楊成就負責裝車 但是犯罪分子發現 他們某件貨不見了 於是就開始找了 最後發現件貨不易而非 所以就找到楊成他們三個了 然後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三個人就被人殺了 而不見了那批貨 就留在鳳凰山的藥庫裏面 講到這裡 姚雪他擔歌的頭看著我 啊 我覺得老巡應該什麼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 楊成偷偷地把貨運到外面 但是就不知道楊成到底運了什麼出去 所以老巡還可以撿命 就明白了 遙說一點的時候 倒下頭想了一會兒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呢 如果對方知道貨物不見了 第一時間就應該會去找老巡 這樣一定是老巡把陽城用車 拉俗城出去的消息透露給對方知道 這樣就說不定 可能對方根本沒有找老巡 直接就找李艷雄 然後李艷雄經受不住考驗 就把李艷麗、陽城一起爆了響口 又或者對方直接一次過把他三個人全部抓 不過他們為什麼會沒有一條命呢 你還一件貨物給他就行了 歡迎收聽 神舟二時錄 演播 林子豪 十日山金 第七十七集 姚書忽然雙眼放光 他瞪著我便說 你還記得上次那個殺手嗎 殺我們那個人 他不理三七二十一 上來便用刀 還有 那次開車撞我們的人 他根本不想讓我們有說話的機會 他的目的真是很明確 就是要殺人滅口 是呀 那次 如果不是這麼巧 有三個年輕人在旁邊看熱流 我們三個便死無生了 他撞到我們炒車之後 拿著鐵通走下來 他是打算要斬草除根的 啊 或者這個人 直接接著剛剛下班的三個人 將他們全部殺了之後 連夜開車帶屍體回來太平鎮 磨了車牌號碼和發動機機號 那麼巧就下大雨 於是他就趁著雨夜連人帶車 掉了到個井那裡了 哈 這樣一浸就三年 如果不是你要找那本筆記寶 都不會走那條路的 這樣你就看不到那間鬼宅 那麼這輛車和屍體 都不知道會沉到幾時 哼 說不定一輩子都不會被人罵出來 嗯 是有人故意引我過去的 你說得對 他們應該沒有去找老蟲 如果不是的話 老蟲在三年前 應該都被人滅了口 就是因為沒有找他 所以他現在還生巧巧在這裡 還可以在門衛室那裡聽他的收音機 姚雪就這樣抹頭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要去找老蟲了 避免打草驚蛇 咦 姚科長 你這次說得對 聰明了 姚雪聽到我疾他 很不奮氣地摸緊嘴 遞高隻手想打我 我一伸手 護著頭 騎騎笑 姚雪他放下隻手 繼續說 嗯 我們查清楚了李艷麗 他們三個人的死因 但是還未可以把他們三個人和太平鎮 直接連接起來 這裡缺少了關鍵的一環 就是那個兇手 這個兇手究竟是誰呢 啊 我見過李永兒手上的那把摺疊刀 跟車內撈上來的那把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殺人兇手 就算不是李永兒 都跟李永兒用同一款刀 那個殺手 會不會是對我們下手的那個人呢 嗯 找殺手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尤其是那些殺人不斬眼的磨命之徒 不是隨便隨便找得到的 那次要殺我們那個殺手 你就看他一下子就被撞撞搞正 不是因為他弱雞 只是因為撞撞他太強 撞撞是很強啊 但是撞撞就最服你啊 那你豈不是更強 嘩 那說真的 一般人跟我打 我真的沒怕過 那行了 過完年呢 我們系統裏面就有個比武大賽 到時我幫你報名 你拿回省冠軍回來 到時呢 就可以被我們的大隊長威嚇 喂 這樣都行 我現在是個臨時工來的 嘿 如果你破了這單案 我至少可以幫你整個顧問回來 應該沒問題的 那會有財政撥款 又會有編制的 蛤 有編制 跟你一樣啊 嘿 我是公務員 你不是 但是你也是財政撥款有編制的 你明白嗎 那就是說 工資就會低些 待遇又會差些 但是呢 你也是正式工 明白嗎 第七十八集 我餓了一聲 雖然聽得不太明白 不過已經很滿意了 轉念一想 我問了 喂 姚科長啊 那撞撞呢 撞撞她沒有戶口啊 除非查清楚她的來歷 要不就找到她的親生父母 要不就找到馬大炮其實是哪處人 那又要調查清楚馬大炮的為人 在村裡走手續就會簡單些 但是戴錢係係係 馬大炮係個好人才行 喂 你都認識了撞撞那麼久了 她知不知是壞人 撞撞她不是壞人 那她老爸馬大炮肯定不是壞人 有其子必有其父 是啊 那明天做些什麼 想好了嗎 嗯 明天呢 叫小趙 帶我們在生產部那裏走一轉 看看 去見下那個女廠長和王主任 他們兩個 誰有問題 還是 兩個都有問題 搖說她呢 嘆一口氣 唉 有問題就肯定了 關鍵是什麼問題 嗯 是啊 是被迫無奈 還是銅流合污呢 我們需要逐點逐點摸清楚 還有 現在的外貿倉 究竟是誰拿成功的 關九陽他們 應該不會輕易放脫這條線的 我們這樣來查 他們會不會收到封了 我們現在只是在人事部老一露面 不至於會驚動到外貿部 或者生產部的人吧 嘻 姚科長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互聯網時代 我們的照片 怕且早已經傳過去了 我們一撲頭已經羊了 他們肯定會有警覺的 只是不知道 關九陽究竟在這間廠裏 布局有多深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這一個這樣的關九陽 在明山到渡墓 在常平原海港裝船 到印度銷裝 做的東西 真是大買賣 你說它為什麼不走 微創電子廠的渠道呢 微創每年都去北美走很多船的電腦 有台式機 又有一筆記簿 它走微創的渠道 不是更加方便嗎 這個就是關九陽最高明的地方 它將自己和微創 撇得乾乾淨淨 有什麼衣動 就讓逐城廠去背鍋 這間廠 不遣山不露水 只不過是死了三個逐城廠的工人 還要走工商流程 誰會注意這裡 這間廠 管理漏洞又多 這麼容易轉空子 就算真的出了事 去關九陽 來這間俗城廠有一千多公里 怎麼會有垃圾才行呢 到時候 它打死不認數就可以了 這一招 這招叫禍水東引 它是我們的企業家 文大代表 協商委員 你想動它 有這麼容易嗎 姚雪呢 繼續捕緊嘴 一直在想 那十分鐘 它看一看一看 嘴 唉 不行 我眼睡了 原來已經半夜了 明天還要一早起床 你呀 不要睡過龍 我送走姚雪 閉上眼就睡著了 翌日一大早睡醒 我只覺得神清氣爽 下樓移動下的身 拿著浪口鐘 就在外面擦牙 我看到姚雪也在擦牙 擦牙還戴著手套 看來它真的凍怕了 而小舟 又穿著羽絨在我身邊經過 眼尾都沒有看過我 我看到大家陸陸陸陸 開始要上班 小舟不理我 是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我們兩個走得好邁 他真是一個很有誠苦的年輕人 我一邊擦牙 一邊看著小舟的背影 笑 我心想 這個年輕人 真是他人才 我一邊看著小舟 歡迎收聽 神州二時錄 演播 林指浩 十日山金 第七十九集 小赵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 思思文文 戴着近似眼镜 平时不怎么出声 长相一般 身材比较单薄 但人体上去 干净其理很清爽 最主要的就是 她未婚 我见到小赵那时 我的犹豫 我不打算大张旗鼓 叫她带我们去生产车间 那里望下 一个未婚女仔 肯定是厂里面重点关注的对象 肯定大把哥仔 扔她去堂 她下班的时候 肯定会被男工友 半路拦截去追她 叫小赵带我们去车间 那就是摆明 称呼被打ladı 还有 sperm 被忘卖兰愿的 鱼 让她 cuenta wiamos 哪里 哎呦算啊 只是想想理 现在 绝对不能正面出手 直到黄龙 要循序渐突 由外围逐 productos 逐准滑 ved 要施展農村包圍城市的战略才行 我和姚雪在人事部办公室走出来 站在楼梯间 我就小声说 姚科长 我们暂时不开生产车间 我们家市一瀑头就会暴露 你肯定我们的身份还没被泄露? 我们进了厂之后 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只有小周和我们接触得比较多 小周的人很谨慎 他整个特务 其他人就是宣厂长 他虽然是烟铲是酒鬼 不过看得出 这位老同志很有觉悟 他不可能把我们来到厂的消息传厂通报 更加不会拿着大声公周围枪 说有两个侦察员过来调查命案 所以 知道我们来了的人其实不多 或许多多多人 最后的士们是什么事 我们下期见 是在城市上的远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